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下面我们就总结和分析一下 针对秦始皇陵地宫的三种猜想 第一 相信所有人都看过前几年大火的影视剧《神话》 我们也知道了编剧的猜测 在这处皇陵里住着一个爵士美女 她一个人活了千年 独身一个人等待着后世探险家的到来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真的是像天方夜谭 完全就是一个编剧或者作家的异想天开 可是这种可能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是有可能真的有美女存在的 秦始皇本身就是千古难得的皇帝 他所拥有的是整个天下 而且我们应该都知道兵马俑 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在这出地宫里存在一个爵士美女 也是有可能的 本身秦始皇的出现就是奇迹 所以在他的地宫里有成群的美女宫 女佣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美女存在 还是需要后人探查 需要更高的技术来帮助我们探测 这块神秘的皇陵 第二 这种说法就是关于秦始皇的棺木的 本身这处皇陵的防护是非常严密的 可以说世上绝无仅有 可以想象得到 皇陵地宫内部的设施 也不会是那么简陋的 关于他的棺木 是有一些历史书籍进行记载的 书上说 皇帝为棺木做了非常精美的外部装饰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他曾为了长生不老 一度到了痴迷的地步 所以他为了自己死亡之后 重生和成仙 也做了周全的准备 所以防护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因此他也准备了非常完美的防护措施 秦始皇驾崩是在外面 而且是很突然的 因此他的尸体应该没有可能保存 如他生前所想象那般完好 如果能找到他的尸骨 或许对秦始皇的样貌 也是有所推测的 比如他的身高容貌等 也就有了一个确切的说法 第三 秦始皇晚年时期 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 他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皇帝 自然会自食过高 但当他一天天老去 他也会惶恐 毕竟他也是凡人的身躯 所以做出了很多荒诞的行为 招用了天底下所有的术士 而且搜罗了天底下的 所有有关修仙得到的古籍 但是关于这些古籍的去向 却没有了总结 尤其是秦二世王之后 更是没有了一点消息 所以很大的可能 就是这些古籍 在秦皇陵地宫里 如果能够找到这些古籍 也对研究秦王朝的文化 有很大的帮助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